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这一集要为大家介绍 浇面大事 又称面燃大事 面子的面燃烧的燃 面燃大事 农历七月 所有来阳世 享用香火的亡灵 都归此神管理 俗称大士爷或普渡爷 不少地方的中原法会 祭拜亡灵之前 都会先祭拜这位面燃大士 在佛教 尊称为铁维山内 燕口面燃大士菩萨 又称 浇面鬼王 燕口鬼王 面燃鬼王的典故 出现在 阿难与面燃鬼王的佛经故事 根据佛说 就把燕口恶鬼 陀罗尼经记载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阿难尊者 在临间 休息禅定时 忽然看见了一位 满脸火焰 雄雄燃烧 骨瘦如柴 非常痛苦的 鬼王来到面前 鬼王自称 面燃 说阿难三天之后 将堕落恶鬼道 想要避免的话 就要布施百千个恶鬼 以及百千个婆罗门仙人 各一壶饮食 并供养三宝 阿难向佛陀禀报 佛陀便教阿难 陀罗尼施食法 经过陀罗尼加持过的食物 成为法供 上奉佛法僧三宝 平等下施 恶鬼等众生 如此则能消除众鬼的痛苦 令他们舍去鬼身 生于天道 简单说明一下所谓的陀罗尼 意思是真言 密语 咒 或是总词 是佛教里面 佛菩萨 及护法天龙八部 及修学佛法的佛弟子们 所通用的一种 音声语言 可超越时空而不变 形式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叫做种子字 只有一个音节 犹如植物的种子 例如 嗡 阿 哄 第二种是心咒 一般只有几个音节 到十几个音节 例如 观音菩萨的六字真言 嗡 妈 妮 巴 美 哄 第三种是短咒 一般只有短短的几句 例如 功德宝山神咒 钥匙灌顶真言等等 而第四种就是长咒 有十几句 几十句 甚至百千句 例如 大悲咒 愣言咒等等 其实 咒 是祝福祈愿的意思 因为送念咒语 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 祝愿加持 而持住者 也可以透过送念咒语 来祝福他人 回国头来讲 佛陀教阿难尊者 陀罗尼施实法 阿难便遵照佛陀的教化与指示 社施负 社施共僧 并且施与恶鬼来祈福 因此而获得解脱 因此佛教就有了 社面然鬼王或 焦面大士牌位 放艳口法会等等习俗 面然大士 据说是观音大士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所以称作大士爷 他的形象 源自于普门品当中 观音大士 以种种形 由诸国土 度脱众生 是观音大士 教化 恶鬼界众生的需要 而产生 另一方面 使警惕人们 应该要积极 布施僧侣和平民 不宜懂贪爱及牵令响 也就是不要贪恋爱卓 或者是牵贪吝啬 以免堕入恶鬼心事 而成为面然的眷属 简单的说 就是堕入轨道 面然大士也拥护地藏菩萨 根据记载 大陆福建省泉州府 安息县永安里的一名谢士 半夜梦到了祖先在哭泣 告诉他说 家有鬼不能进 于是这个谢士便率领一家 虔诚送念地藏菩萨名号经典 焚香叩请地藏菩萨 半夜当中 他梦见了面然大士前来说法 说此鬼是前世的冤亲债主 只要送念佛号回向 即可化解 这家的主人在梦中 请问面然大士说 我乃是其请地藏菩萨 尊神乃是观音大士化身 何信驾灵 这时 面然大士笑着回答 诸佛同理 何其分别 地藏即不可永呼呼 华言经里面便说到 一切诸如来 同共亦法身 真如平等 无分别 一般民间 无论是中原普度 或是各种类型的超度法会 大多以佛教形式塑造大士爷神像 顶双二脚 轻面獠牙 高大威武 头上还有一尊观世音菩萨佛像 象征其代表慈悲的观音大士 中原节即亡魂之前 一般都先拜大士爷 有些信徒会以纸扎出大士爷塑像 也有些用牌位画像或是牧石雕像来祭祀 并将大士爷的神位或神像放置在供桌之前 以求祭祀顺利 等到农历七月一过 一般会火化大士爷像 送其登天 而根据南洋华侨的风俗 中原普度时 他们会悬挂写有 拿摩度幽把苦无量寿佛 或拿摩分音诗识阿弥陀佛之类的床帆 在大士爷神像的旁边 或者是写在神像的手上 如果是书写度幽把苦之类的字句 就是希望佛祖引领亡灵往生佛国 而若是写分音诗识等词汇 则是请阿弥陀佛 也就是无量寿佛 帮助大士爷平均分配 纸钱 衣物 食品给众家亡魂 在台湾的嘉义县民雄乡 就有专门祭祀面燃大士的大士爷庙 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农历七月间前往参拜 祈愿名养两立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